主要是利用幾個函數,包含就是剛剛用的VILO函數 這個很重要 第二個是TEST函數 然後再來就是分別把ID 給產生出來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我們剛剛已經 把縮寫先做出來了,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的話,你後面再串一個-號,所以AND AND後面加一個雙引號 再加一個-號 後雙引號,這樣的話就一個-的符號 所以這個縮寫加一個-的符號 然後再把那個bookingID 那當然 那個check in的日期 然後把它放在它的後面 可是要是0106,那可是要0106怎麼做 後面的話,請你再AND AND後面的話,請你再加一個函數叫TEST 因為題目裡面也已經講說 就是用TEST 只是說這個TEST函數 要怎麼用呢 那當然前面好像我記得我們上學期有用到過這個函數 這函數非常重要 總共要給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它的VALUE 就是什麼值 值的部分的話,當然就check in的日期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逗點 Format TEST Format是什麼呢 就格式化的文字 格式化的公式是什麼 那你就跟他講說 我只要那個月份的部分 月份的話特別注意喔 那個格式化 只要是Y是年 那M的話是 月 那D的話呢 就是日 所以喔 如果假設 假設你MD的話 應該就是 把 E放在這裡 6放在這裡 變16 可是他現在要 0106的話 那記得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再多一個M MM 就是兩碼 DD 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他不足兩碼 他會自動補零的意思 OK 那後雙引號 後刮弧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TEST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TEST可能要 稍微熟悉一下 TEST然後呢 把 這個日期 加進來 主要可能比較會有問題是這個 雙引號裡面呢 放MMDD 這樣就OK 打個Go看看 OK的 打Go 有沒有 0601 OK的 所以喔 後面再串這個 第2階段 那第3階段的話呢 就是住幾 天喔 不是住幾晚 OK 所以題目看一下 題目部分的話 他這邊有講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剛剛已經完成了 這個 Check in 這邊有MMDD 他有提示啦 OK這邊有 那再來的話呢 要住幾晚 住幾晚的話 當然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再AND AND一個減號 所以一樣喔 先給減號打Go 有沒有 有了 OK然後再來的話 再AND AND的話呢 這個地方 最後的結果 是要住幾天啦 住幾天的話很簡單 就是AND 先把這個 Checkout日期 點一下 就是1 2這一天 減掉 第2這一天 那減完之後啦 8減掉 6 那應該會得到2 那2的話呢 變成說 兩夜 可是我要是天的話 記得再加1就可以 也就是說呢 加了1之後變3 那也就 記得是3天 那其實是 兩夜啦 打Go看看 OK所以特別之外 這個是公式的話 就是 1 2 那一天 減掉第2那一天 再加1 減完之後再加1 OK打Go 看一下 那就刪了 那最後的話呢 再把這個FirstName 串在後面 所以再AND 一個減的符號 然後再AND什麼呢 再把H2這個儲存個點一下 把這個資料呢 帶到這邊來 然後串到後面去打個Go OK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就完整 所以呢最後如果假設你看到是這樣的結果的話 那恭喜你 應該是沒有錯 可是 不能做錯任何地方喔 如果你這根 向下填滿就是 如果你做錯任何地方的話喔 那你後面這個 BioList 下一道題的 那你也會跟得錯喔 所以最後做完之後 請你比對一下 哪裡呢 雲端白板上面喔 這邊就有一個 最後看到的答案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做完之後呢 那你再跟你的結果比一下 有沒有一模一樣 有沒有是 L1 L1 然後 0106 有了喔 然後一個 3天 然後呢 後面就是他的 他的名字 如果都對的話 那表示應該是 沒錯了 OK啦 畫面再 還給各位一下 先把那個 Booking ID部分 先產生喔 那 這個邏輯喔 其實就是根據那個 題目要的 把這個規則 給做出來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喔 那做完之後的話 後面還有 BioList 就是 如果要查帳單 也就是說呢 根據 這一筆記錄喔 他 的那個 相關的訊息 有哪些訊息 我想知道的 這個ID喔 到底是 住的那個人的名字叫什麼 那名字的話一定是什麼 他的 他的名 控義格加一個姓 如果英文的規則 那住幾號房 那我怎麼知道他住幾號房 那住幾晚喔 不是住幾天喔 因為其實 飯店在算錢還是算 以那個住幾晚不是算住幾天啦 所以這個 理論上就是 剛剛一樣嘛 就是他的缺高日期 捲到千個印日期 然後多少錢 那一晚多少錢 然後amount的就是 總共 他住幾晚 把他這兩個相成 那就得到最後的結果 這個我想請各位 先試著把那個 剛剛的booking ID先完成 待會我們 再來看 那個後面view list的部分